大家猜猜這件的玩具價值多少錢 說你也不相信啦 二萬日元啦 新的劇場版已經訂… 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還可以按鈴鐺 分享給朋友觀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繼續一週動漫 第一件事要跟大家說的 就是假面騎士的周邊 大家看到嗎 這件玩具其實非常簡單 用膠造 而噴漆也不是很專業的 很完美無瑕的賞色 另外 後面有一個不鏽鋼的掛椅 大家猜猜這件玩具價值多少錢 說你也不相信啦 二萬日元啦 即是多少錢呢 即是港幣1400元 我自己買了一隻刀劍神域的豪華版 七百多元 我都覺得自己好像被騙了 不知道玩具粉絲的話 對BANDAI有什麼看法呢 接下來是我們最近期的瘋狂大作 最後新還者 這個遊戲厲害了 HBO的製片人都說 可能會做一個這樣的劇集 令大家更加了解劇情 喂 大哥啊 第二集已經傷透了那麼多粉絲們的心 難道真的要再做一次傷大家的心嗎 接下來是《鬼滅之隱》 《無限列車編》的全新預告公開了 另外也會找Lisa 去主唱主題曲《炎》 即是我們之前聽過那首主題曲 《紅蓮華》的主唱 來再唱這首歌的 接下來是9月 就會在Netflix登場的《諸羅紀世界》 出了預告 故事是說六個少年和少女 陷入了生存的危機 要在受到支援之前 就要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 《勒不小生》 最新的劇場版 已經定在9月11日推出 因為疫情的關係 由原本4月上映 要搞到現在9月才上映 在香港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上映 我自己也蠻喜歡《勒不小生》 希望快一點吧 兄弟們 你也看到這裡了 不是不訂閱我的頻道吧 按旁邊的鈴鐺 按LIKE 最重要是分享給朋友觀看 導他們玩這遊戲吧 按旁邊的鈴鐺 收集 消失